照顧網上的文章都編譯給大家 所以我都不重複說 剛才徐先生說了 第一件事 這都是好幾年前 在崇基一次的教育員會裡面 我都由你七點分享過 我重申證你跟大家分享 第一件事很重要 我相信你就是要怎樣去看你的目的 所以我會覺得這句說話是相當好的 Why perspective is everything 所以其中一件事 現在林鄭早班大家都知道 都沒有什麼人願意入 她就形容那個不是廚房 那個叫做火海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我們是在廚房裡面的 廚房也挺貼切的 舉例你會不會經常逗留在廚房裡面 一定不會的 你都要離開 有些時候離開廚房 所以這是離開廚房 離開你自己目養的場景 無論基礎也好痛也好 都是好的 我記得以前師母 剛剛走開了 我出省 因為我教會在元朗 我如果出省去市區 即使是同一家人一起出去市區 我經常都很想要幫教會賣些東西 幫教會買一本書 或者要做些什麼東西等等 我去到九三、九四年 感謝神那時有安息連假 我離開了香港 慢慢的神就教導我 原來信仰的天空 比我服侍的堂會更加大 我早期的侍奉 基本上就是我堂會等於一切 這就是一個不好健康的表現 後來我醒覺 比起今天教身也是一樣 我離開了 我都不一定要想著教身的東西 如果一定要想著教身的東西 就表示我一個盡忠的員工 其實有些時候同工也會的 你放不下你服侍的堂會 所以第一你要了解 離開廚房是重要的 因為廚房太多油煙 因為廚房太熱 你需要離開一下 所以有些時候同工 離開一下教會 你放假去退休 或者離開香港 這是一個正常和健康的情況 所以人們如果打星球大戰 都說他要什麼 都要什麼 因為有些時候你打一個戰爭 都需要休息 所以你架木需要休息 這就很重要了 你怎樣可以有一個 適當的休息空間 很快我們就去看另一件事 第二 我在文章裡說 所以我就不提太多 剛才錯文章說 我一定要了解自己 我知道在NPTI裡面 我在說I型的性格 大家都明白了 I型就是intra work 我是要recharge的時候 所以師母有些時候 都會埋怨我回家 特別那天說完很多talk之後 就沒有什麼要說 大家明白了 recharge 他需要安靜 不想再跟人說 有任何的多一兩句都未必有 這就是recharge 一個醫的人 可能是完了之後 很忙碌自奉 跟人出去再喝幾杯東西 都沒有問題 因為他喝幾杯東西 就是幫他recharge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你怎樣去recharge 有些時候 其中我自己 剛才也很感謝 蔡牧師 他就給了一個紫青黃藍 紫青黃綠 紫青黃綠 黃綠 橙黃綠 我也忘記了什麼 這也是很實際的幫助 我工作的做法通常是這樣 有很多事情 我也不想做 不過沒辦法 為勢所必我一定要做 我要做一些喜歡做的 一些不喜歡做 通常我會幾件事在一起 如果我預備講道或訓練 我會大致上 我現在要搜集一些材料 做到這樣 我不會一氣呵成 我會做其他事情 做到這樣 很悶的時候 我會上Facebook 或者有些時候 做到這樣 我會用一個這樣的方式 讓我的工作 更加有productivity 所以你預備講章 都不要想著 我預備講章 全部時間 由頭到尾 20個點頭 要用從這項目所說 有些時候要停一停 有些空間 你不要想著一氣呵成才好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你做這樣 停一停 所以你開始的時候 你要開始得早 不要太遲才開始 你越太遲開始 你就越落在一個困難裏 這就是在工作裏 我們要學習的 所以我也要跳開它 其中一個很重要 就不要做一個people pleasing path 我實在見太多 就是這類的教育 這類教育就不會say low 他沒有bindery 那就很辛苦了 所以有些時候 我都會say low 我都盡量 大家都明白 在我的工作裏 我都要面對很多人問 有時問我這個資訊 問我那個資訊 要我幫這個 有些時候我都需要say low 等等 所以這個第三 很快就講 就是學會拒絕 特別現在很多時候 有些就安排 護局師2018年請你 講到 我通常都會說 我要到9月才答應你 因為我都未知 2018年的schedule是怎樣 我這麼早答應你 我就被你綁住 大家明白嗎 我不玩這個遊戲 所以有些時候 有些人請我 我就不好意思 我說太早 我是沒有檔期的 如果剛剛你是三個月前 可能我有檔期 我不玩一個 就是預先約定的 坦白說 我每年都會book了些時間 我有些時候 我還有些空位講到 我不是一早 我排滿了52個 就證明我 就很重要了 所以你下一年 要早點book我 我是拒絕玩這個遊戲的 我留了些時間 因為我都未知 我明年 我和師母 或者我自己 去哪個地方放假 每年我都安排 我又放假的時間 我這麼快答應你 用什麼要綁住我 我不會被你綁住 因為我這麼多年經驗 我以前都經常被人綁住 現在我就不要再被人綁住了 所以大家明白了 我不會是成為 你就是想另一個 你不找我講 沒有問題的 不是一定要我講 所以這個就是減少了 今天有些時候 一些無謂的會議和聚會 其實你可以cut的 剛才蔡牧師都教 有些分享經驗 有些時候 我以前也這麼說 如果有些頂師妹畢業 現在很多層學院畢業 每個人都出席了 有些時候都沒辦法出席了 你便選擇 可能他拍照的時間 你便出現了 大家明白了 最重要對於他來講 是拍照的時間 不是婚禮 有些時候也是的 可能隔離街的 近的 你便選擇 你結束了 聚會之後 在婚禮拍照的時間 你便到 或者你有些時候 要和他拍照 他們是婚宴一樣的 你晚上 我晚上很多事情做 有些時候也會 你便在 他有些時候有些 Cocktail Party 他之前 你便和他拍照 到吃飯的時候 你便已經不在 你說明了 我沒有關我的位置 你找別人 不過我會 在你婚禮裏 如果是有些雙熟 我便度一度 和他握手 拍照 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我們可以做 另一個是 需要了解張力 這個張力是必然的 我最近 這星期我再看 這個 Scott Peck的書 《Bowless Travel》 《小人走的路》 開頭的三個字 你一定記得 三個字是甚麼 那本書一開始 就是這三個字 Life is difficult 人生是艱苦的 這個就是Scott Peck 《Bowless Travel》 裡面一開始 你以為你用這三個字 都說是甚麼 侍奉 就像是廚房 侍奉 侍奉 都是艱苦的 人生都是艱苦的 當然這樣說 就不是 叫你落在悲觀絕望裡面 但你是看得到 你是有出路的 所以這就是 我們怎樣去理解 我們在不同的張力裡面 很快說一說 我曾經在某個宗派裡去分享 是一個專題 不過我今天不講 在外國裡面做過一些研究 通常最困難 他有三個 一個人在他侍奉裡面 假設他有25年這樣說 我今年是33年 我有16年在堂會牧養 現在教身是17年 因為到我退休為止 我都在教身裡面侍奉 他就說 大概你去到第五至第八年 和十三至十五年 二十至二十五年 這三個 都是一個所謂cross road 在十字路口 在後面的文章裡面有提到 所以你通常在第五年 做了五年之後 大概六至八年 就開始來想 我會否繼續在現在的頭裡面侍奉 還是我要轉門工場 然後去到大概十三至十五年的時候 Do I want to keep doing this? 我是否繼續要做這件事 還是我要轉變 就好像蔡牧師 由牧會轉到一個機構裡服侍 在20至25年 我現在都在這裡 How do I finish well? 我現在就要問這個問題 我怎樣好頭好尾 這是一個所謂在教牧的生涯裡面 就是有三個十字路口 四至五年 十三至十五年 二十至二十五年 這就是我們留心 在不同軌跡裡面的時候 我們的情況是怎樣 我記得早兩年特別 這個雨傘運動之後 2014年 我有段時間都抑鬱的 當然那個抑鬱就是輕微 depression 大家都明白 雨傘運動 那個情況 當時我都有參與 可能有部分教育都有參與 不過感激神 都透過一些不同的方法 令到我 不再繼續在那種情況裡 所以第五就是休息得利 所以很重要 這是一個辦公室 你看隔壁的人在辦公室 所以如果你的辦公室 好像他這樣 即將寫字桌 就不要像我那樣 剛才從事才沒有入到我房間 他就會被很多文件 那麼多書包圍著 所以將來你的辦公室 應該好像他這樣 那你就可以了 recharge你有休息得利 現在都有一個研究 你做了大概一段時間 他這樣說 會工作52分鐘 就休息17分鐘 這就是一個研究裡 你的productivity最高 所以你如果做一個小時 以上你就起床 就去沖杯水喝一喝 或者走一趴去洗手間 或者走出來和同事 談談戒意 這樣就令到你 可以重新recharge 因為現在的研究 說休息 就不只是睡覺 你做另一件事 那都是幫你休息的 大家明白 所以做這樣 你滿地的時候 有些時候 我自己都會收拾東西 收拾我 因為我現在收拾 都差不多退休了 真的 我經常都跟同事說 我清好 到我的辦公室都已經 完全乾淨了 我應該已經拜拜 交身 離開那個時候 所以這就是休息 你做不同的事情 是幫你能夠重新recharge 所以這就是一個 WEST test裡面說 就是在剛才裡面 不好意思 跳得太快 在這裏提及說 差不多七成的時候 說要收了這麼多休息 而他們怎樣 又休息得力 第一就是原讀 第二就是接觸大自然 第三就是剛才 讀處 接著又聽音樂 還有什麼都不做 這都是幫助我們休息的 你不會說 閱讀就 哇 令到我累 你做不同的事情 就幫你recharge 所以我閱讀是幫助我的 所以有些時候 我會寫文章也是 寫文章 剛才蔡美少爺說書寫 我學習心得 我就寫出來 所以我每個星期寫 你說這麼多東西寫的 就是把我的閱讀心得 寫出來 把以前寫了一些東西 再重新整理 這就是我自己來享受 所以我寫文章也是幫我recharge 其中一個途徑 大家明白 然後就是建立友情 所以如果你是找到一些 同工可以吹水 無所不談 這就是一件好事 這裏我就不多說 第七就是創造樂趣 等到你創造樂趣 就不像這個老人家 應該是一個酸玩的玩具 他就玩了一份 所以創造樂趣 在政府裏面都說了兩種樂趣 一種就叫主動型樂趣 一種叫被動型樂趣 一種叫被動型樂趣 所以同意識分 就是被動型 就是看電視 上網 睡覺 進食 包括個人事我照顧 這就是政府的理解 跟我們的理解有些分別 但我們所說 主動型的興趣是 體育活動 社交活動 愈限活動 進修閱讀 事好、義務工作、宗教活動等等 所以外面的Siculate 都分有兩類 一個叫Active 一個叫Passive的興趣 所以我自己 對我來說 閱讀 就是看不同的書本 有些時候會看神學性 有些時候看蕭閒性 我看書 我不是純粹為了我的事工 而是為了我自己的成長 所以這就是閱讀很重要 看電影 最近我看了幾套電影 沉默 如果同工未看 一定會看 沉默這套電影 Silence 就是一個熟靈經歷來的 這套電影就不是一般電影 所以這套電影好 還是不好 很難說 馬田史高西斯 透過這套電影 去表達一個信仰的靈情 所以Silence 你一作為教育 你一定要看 所以我們一定要買DVD 然後看電影 一念無明 一念無明 你一定要看 特別是 當你看完這套電影 你更加明白 教育裡面有很多情緒困擾 有很多depressed的頂之妹 跟很多一樣有的 所以一念無明 你就看 剛才說了這幾套電影 就是現在 我們要看電影的幫助我們 像剛才我所說的 早幾年我看那套深夜食堂 日本那套 那套都值得看 家木 就是在裡面學習 怎麼做模樣 有些時候我都看過電影 給自己在模樣上有很多反省 擺盜人的就是網上看的 你去上網就看得到 梁潮偉 對他說的另外的內容 但至少擺盜人的角色 我想到家木做的 有些時候都好像擺盜人的角色 另外有些是行山旅行 我每年都會有一兩個旅行 我就想著 望月五月份 我六月可以去旅行 有個目標在這裡 我就會很開心 六月旅行再忙 可以離開香港 借同師母去某個地方 這就是短期的目標 下半年的時候 什麼時候可以有一個 剛剛我們同工才去澳門 星期日、星期一 這也是很重要的 你有一班同事一起去旅行 這也是一個recharge的方法 有些人聽音樂 有些人喜歡煮食或美食 我都知道有些同工在一起攝影 聽音樂 借同師母一起去看音樂會 看一些話劇等等 這就是我們去recharge的方式 這些我們跳過去不看 所以很簡單就是 今天同工需要為自己 我見過一些架木 特別是上一輩的架木 他已經讀過了退休年齡 他都繼續來師父 某個程度我是欣賞他們的中心 但另一方面說真的 我有些少許覺得他們 大家都明白 他們的同工就是除了侍奉以外 所以這就很重要 還有些什麼呢 我們一定要問自己 如果你不需要侍奉 在你侍奉以外 你的人生還有些什麼呢 如果你的人生只有侍奉 某個程度去說我會覺得很可憐 你現在明白我所說 我自己也是這樣 如果有一天我離開了教室 我不需要侍奉 我仍然可以享受人生 因為我都看到很多事情可以做 很多事情可以享受 你一定要這樣想 所以我看到一些資深的架木 今天都仍然很活躍 在香港 我不講名字 他仍然是侍奉的 因為他唯一就是侍奉 所以這就是牧者 你要懂得自身照顧很重要的 就是除了侍奉以外 你還有很多其他事情可以做 如果侍奉 唯一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這樣 是workaholic 我相信我以前才沒有在這裡 我是workaholic 我是工作狂 我是侍奉狂 不過我現在某個程度 就是一個復原當中的工作狂 復原當中的侍奉狂 我是知道去到哪個地步 我需要停下來 需要休息 我講的就到這裡為止 所以我都是一個很簡短 一個很personal的分享 有些什麼 我們怎樣學習自身照顧 這很重要 因為大家都明白 我在我的工作裏面 我照顧不到自己 那我一做就已經 拜拜了 我不會今天還在教室裏面 你都可以和各位同工 在一起的 雷師傅 好 我將畫面交給一下 梁國全職 好 多謝胡仙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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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